年前真才台北市住业服务处共示出了397个工作机会 比较特别的是中央续产会要招募屠宰卫生检查受医师 月薪是上看六万七千块 而正于在饭店旅租业的部分 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也举办了今年度的首次大型招募活动 还进出了特定职缺优于同业百分之五的起薪 要积极抢攻转职人才 主打顶级服务让住客宾至如归 被民众视为台湾豪华饭店之一的台北文华东方酒店大举真才 从客户部 餐饮部 房屋部等等一次开放众多职缺 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举办今年度首次大型招募活动 在幕外场保障月薪三万六千元起 特定的职缺更优于同业百分之五的起薪 积极抢攻年后转职人才 缺工浪潮未缓解光是调高薪水已经无法吸引人 台北文华东方酒店祭出丰富福利 像是正职员工每年集团全球三十八间酒店可以免费住宿三晚 并且提供海外发展机会任职满一年以上 也可申请集团酒店转调 看看交通部观光署喊出2024年来台观光人次重返千万大观 今年上半年就有五大饭店将陆续开幕 希望说公司的不论是配股 要好的一个申签机制 它也可以去跨不同的专业去培养 那这些都可能是公司必须要去投入一些相对资源的 除此之外 赶在年前台北市也释出397个职缺 像是中央续厂会开出屠宰卫生检查受医师的职缺 月薪上看六万七千元 优败调度专员夜班也有四万元起 专家点出年前面试 年后上班录取率相对较高 想转职的民众可以好好把握机会 借杨宗彦博宗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